吉吉四天前確診還未康復 她說自己症狀輕微 今天和朋友買外賣回家吃 我亦都說了很多次 你究竟得不擔心 但她說因為我們有病徵的時候 我們已經一起出界 但她都沒有種 所以她都不是很擔心 吉吉又說在確診之後 亦曾經上班 同時因為同住的家人已經中過招 所以在家裡沒有進行任何隔離措施 有餐廳負責人說一直有維持防疫措施 所以不擔心確診者堂食會增加感染風險 這件事我們沒得擔心 因為病人是不會坐著病人兩個字在額頭上 譬如之前開的空氣清新機 我們一定會開著 吃完之後我們都會勸客人 盡量快點戴上口罩 另外燕時仍然在運作中的社區隔離設施 將會繼續運作直至2月28日 有需要隔離的確診人士 可以聯絡消防署安排入住 如果市民想提早離開 並不需要提供陰性快測結果 政府是在星期一起撤銷隔離令 所有確診人士無需繼續隔離 同時聽用情報平台 改為向所有市民發出健康建議 廣播新聞網記者 蘇博韜報道 請問一下